中华两岸一家亲协会台东办事处26号正式成立了 协会成立宗旨是要推广两岸文化经贸交流 以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及培养两岸的优秀人才 而对于台东生活的新移民而言 也要提供他们更多的服务 台东办事处成立大会26号的上午举行 选出了吉林省驾来台东的王杰 担任第一届的主任 未来将会协助协会 来处理台东县相关的业务 两岸一家亲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战秀英说 陆沛在台东落地深耕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协助陆沛能够习惯在地的生活 所以成立了办事处 希望能够提供大家更多的服务 台东成为一个所有族群 都能够和睦相处彼此相爱的地方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在意 两岸要永远的和平 我相信上帝都听到了 一定会把最大的福气赏赐给台东 赏赐给我们两岸一家亲交流协会 那我们中华两岸一家亲成立之后呢 王姐里上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首当其冲的就成立了我们的台东办事处 那在这个协会的成立 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的姐妹的生活 帮忙他们急难救助 或者是关心跟照顾他们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平台 创业跟就业的一个平台 那姐妹在这里啊 我们要创业是非常的艰苦 那你的商品啊无法去做巡销 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家人没有朋友 我们只能靠口碑 你口碑做得好呢 我们才能够生意做得比较好 那所以协会呢 也变成一个平台来帮忙大家来做出销 事处的成立 很高兴我们议长以及廖国栋立委服务处 还有台东县原住民副理单牌协会 专和IT妈妈副理协会 台东县客家会协会 大家全力来协助办事处的成立 希望透过台东县县级的民意代表 以及各级的长官 还有各妇女社团呢 共同来协助中华两岸一家亲台东办事处 共同来协助我们所有的妇女姐妹 都能够过得健康幸福平安美满 协助办事处成立的立委廖国栋服务处 则是希望透过办事处的成立 让两地之间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 能够更加的顺畅 26号的成立大会上 包括了立委林立禅 以及县议会的议长 饶庆林县长夫人 陈林彦等人都到场来参与 同时也允诺会协助台东办事处 来从事陆配熟悉在地生活的工作 给予最大的资源 让新的移民在台东的生活 能够更加的平安顺利幸福 记者刘明胜台东线报道